校園的空間不只是讓孩子學習的一個地方 更重要的是能夠讓我們的小朋友健康的一個成長 所以就是在整個校園空間環境的一個建設跟改造上 除了讓小朋友有好的這個學習的環境 更重要的是讓小朋友有開放活動運動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在校園裡面特別利用大下課的一個時間 來推動相關的健康促進的一個教育 希望讓我們的小朋友能夠更健康的一個成長 這一點在基隆已經做到 還有好久才到中午休息時間 肚子好餓 趁上課前來吃一下早上特地買的洋芋片吧 可可快要上課了 在這邊做什麼呢 好啊 還沒到中午午餐時間 你怎麼在吃這個 當心會不會不胖呢 哼 我才吃不胖 看你每次常常剖一些漢堡薯條炸雞的現狀 週末熬夜追劇吃宵夜 又常常吃高鹽油垃圾食物 繼續吃下去 小心哪天三高早上你 咳咳 你不是嚇死我了 根據醫學上的統計呢 體重越重的人越有可能患上慢性疾病 死亡率也越高 甚至還會得 糖尿病 心臟病 高血壓 中風 胃食道力流等等 欸 人呢 雖然知道湘英總是很會聽人著想 不過 才不過吃這麼一點點 真的會有這麼嚴重嗎 哼 小心三高 小心三高 不管了 繼續吃我的洋芋片 欸 我洋芋片 我就知道你在這裡 不是之前說好要一起參加全國舞蹈比賽嗎 你還說贏了之後要跟防彈少年團的成員告白 不是為了這個要控制體重嗎 噓 不要講那麼大聲 這是秘密 就因為最近動得多 容易餓 還沒到中午肚子就一直叫不停 那也不能吃那麼高熱量又沒什麼營養的食物啊 你看你也肚子都是一肥肉 我才沒有呢 只是現在吃這麼一點點而已 不然我們現在就去保健室量體重 好啊 誰怕誰 不會吧 舞蹈比賽是兩個月不到 我還瘦得下來嗎 真怕到時候表演會吐齊 那我們去找健康老師討論好了 走 老師我覺得我的體重太重了 我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可可 瘦的健康比瘦下去本身更為重要 所以均衡飲食是很重要的喔 早睡早起 每天睡滿八個小時 中午也要休息一下 要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 別忘了要做有氧運動之外 還要加做一些肌力訓練 就不可以天時或是暴飲暴食 而且還要每天補充足夠的水分 促進身體的新陳代謝喔 這樣既可以保持健康的身體 身材發展得好 還可以提升你的記憶力跟專注力 讓你表現得更佳喔 只要持之以恆 並維持這些良好的習慣 老師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嗯 老師 你真是個有智慧的人 聽你這麼一說 我好像又有自信了 多瑪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們要一起努力堅持下去喔 嗯 啊 我還有放學後的甜點 不行 我為了我的偶像跟我的身體健康 要均衡飲食 以後不能再吃這些零食甜點 嗯 也不是那麼的絕對 而是要節制一點 所以呢 這個交給我保管吧 欸 這是我網購等很久才買到的零食 各位同學 如果有過重的跡象 可以透過規律運動 均衡飲食 來達到瘦身 但要記得 不要過度節食來減肥 否則只會傷身喔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一向重視學生的身體健康 尤其對於口腔保健 視力保健 健康體味 燕兵防治等四大議題 結合社區 以及來市公會 辦理多元的活動 讓我們基隆的學生 視力就義率提升 許此地 也逐年下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